我們交往十年了 跟Cosca一樣交 Cosca的說白一點 就是它有一個基本定義是大拜拜 那一開始大家其實有疲倫過大拜拜難免就糞亂了 可是我覺得這幾年的調整就非常好 因為開始有workshop 對喔 一二三 Go 那在這邊你看到的就是很多的人 怎麼樣用巧思去解決一個問題 這對台下的人來講其實很像在看一個綜藝節目 在解決一個綜藝節目 那他們就會無形都會覺得說 原來這問題可以這樣子 原來有這種想法 我以前都沒看到 因為我們是一個大拜拜 我們也希望參與人跟伴侶更精進 我們今天看很多議程其實都很精彩 那其實這些東西如果你能夠去消化 能夠去再去把它再讀更深入一點的話 其實是對自己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是對自己有很大的幫助 讓我去看到事情的本質 然後去看到事情的邏輯 那進而一方面可能從中學習 到底為什麼他這麼做 那二方面可能從中找到 為什麼他這麼做以後 對我來講反而不好的那些點 那我可以去修正他 那現在直接去看一集結在上面 好 我們現在講 就是MicroBusiness 然後做無形創作的 有些人的邏輯 那喜樂實在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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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在資訊科技IT這條路 遇到了很多問題 很多因爭達政 那這都 這都是你去Google 找不到問題解不了的 社群裡面 在Costcap裡面 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也交到很多朋友 這些朋友不單純是 情感上的朋友 也是技術上的朋友 因爲 大家很喜歡專研一些東西 那在這個地方 可以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他們可以一起研究 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你會發現說 你在這個社群這個環境 你要隨便抓一個人 欸誰誰誰我遇到問題 那他就可以很迅速幫我解決問題 或者是幫我找到 更適合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開源其實是一種 人類共同協作的合作方式 那他的精神其實是在於 利用大家共同投入 然後一起完成一個專案 我們有一個新的做事方法 讓上萬名工程師 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都有不同的專長 那有不同的觀察 所以呢從 從 就是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去出發 提出一些idea 更多跨領域的合作 然後基本上就是讓 讓所有的事情進展更快一點 更好一點 讓後面的人在那個基礎上面 再去做更多的應用 隨著時間而發酵 然後讓那個價值而且更多 因為很多時候你就是喜歡做嘛 對不對 你今天問一個藝術家說 你要怎麼過生活 好 你問一個書法家 你要怎麼過生活 他們生活方式太多了 他不用賣他的作品都可以過生活 好 那就像我們不用賣我們的軟體 也可以過生活 好 因為其實這東西都是 人們的需求 你知道 人們的需求 然後人們的期望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 呃 可以累積的資產 你知道嗎 我覺得最棒的是這一點 那GNV其實它的參與程度非常的高 就是大概 有貢獻的人 可能超過了一千個人 那這個在開源社群是 是大家是覺得是很平常的 你一個東西 能夠大家能夠參與 像是維基百科 就會有很多人參與 GNV成立到現在其實兩三年喔 就是可以看到它影響台灣社會 是很大的 透過網路啊 眾人共同創新 然後去做出一些真正 我們覺得好的項目 那我覺得這是 這這些年喔 因為Costcover也不是 Costcover之前其實還有人在做 Open Source 從1996、1997年開始 所以這十幾年來的累積到現在 算是一個爆發 影響了我們的政治、社會、經濟 我覺得都有 還算的啦 給你 通通給你就好 啊 沒關係啊 我就覺得可以啊 有兩分鐘就夠了 然後我講話會破音 所以等一下如果有破音的話 就是太清楚了 我就幫到大家去做爆發 對 然後可以 談到資安、談到駭客 其實大家都會比較的懼怕 會覺得說 駭客好像都是一個 做惡的一個職業 或是一個人種 那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我們其實希望是一個駭客精神 那它的精神其實是在於 利用大家共同投入 然後一起完成一個專案 那hack的這個本意呢 其實是把它去把它切碎 切得很細 它是批財的意思 那指的就是說 你想去鑽研一個事情 所以那不一定是誓成是碼 譬如說 你可以去鑽研一個法律 你可以去鑽研一個數學公司 鑽研一個邏輯 你鑽研到很深 了解系統的全貌 並且知道它的細節 這就是hack的精神 所以opensource大概就是 我可以看到東西的邏輯 我可以看到東西的原油是什麼 那進而對我的學習 我的成長 以及我後續的使用 都有幫助 而且我可以自己搞定 不需要靠別人 那或者說 就算我需要靠別人 那我至少也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可以去找到對的人去解決 我們分享 然後感恩還有回饋 這個其實就是開源精神 只是說不同時期 人們看到的詞彙是不同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是 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在存在 知識是開放的 大家能夠分享的 所以知識才能夠一直被傳承下去 如果生活的方式 或造輪子的方式是被專利化 那我們現在可能 我從埔里過來還是用走路的 或是用馬車之類的 但是我後來發現什麼是呢 我最初的那一件事我忘了 忘了什麼 人跟人的互動 人跟人基於這種需求 基於這種感恩的回饋 我忘記這件事了 那我念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陳之盤教授 還在成大教書 然後那時候 有時候就會去聽他的演講 不只是他在 國文課本那個文章謝天 其實他有很多人生態度 我覺得很棒 他是一直教書教到過世 那其實他就是說 他覺得他可以為這個環境做什麼事 對 那時候沒辦法理解 我說那時候 大概幾年前 大概十六年前 聽他演講是沒有 十五六年前 聽他演講是沒有概念的 後來才覺得這是理所當然 社會就是這樣運作的 寫程式就是要給人家用啊 不然要幹嘛 鐵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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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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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